找到适合自己想用的应用程式 在以前的观念里面 我们总有一个开始键 那这边也有一个 按下去之后 你可以利用这些分类 找到你想要的 假设我要影音类的软体 这边有安装了很多的影音类软体 教育类的 或者是比方说我们办公的软体 或者美工各种美工的软体 都很多 这是传统我们使用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直接在这里输入 假设我要找GIMP 这边就出来直接GIMP就出来 用搜寻方式也OK 这是我们保有的传统的一个选单方式 那Unity它推荐的方式是 在左上角这一个图示上面 直接按下去 一样你输入关键字 那我如果不知道 关键的软体怎么办 关键字如果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可以选择 在最下面这边有一个A 选择A之后 这个是应用程式 那你可以选择过滤结果 在美工软体里面 它这边会显示 你最近用过的 还有你已经安装过的 还有它会还会推荐你 还有哪些软体可能是你可以用到的 这个功能真的是可以让你大开眼界 原来OpenSource里面 还有很多软体你是没有用过的 甚至有一些要付费的 它也会推荐给你 那剩下是看你要不要去用它 那一般我们来说 免费的就已经很够用了 它这边最近用的 已经安装的还会推荐你 这是比平板 平板你还要到App Store里面 输入关键字 它才会找出你可能需要的 或者是常用的 那这个是你直接在寻找你的软体的时候 它就直接推荐给你 那假设你不懂英文 那我可不可以打中文呢 可以 你也是可以直接输入中文 比方说 小算盘 以小开头的小画家 这边就有关键字 它这边也一样 利用这个中文字 它帮你找出很多不一样的软体 当然这个也造成一些 刚开始进入这个系统的一些人的门槛 为什么 因为它找软体变成 没那么容易找 感觉上跟以前的习惯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方式 可以让你意外的获得很多不一样的软体 它会常常推荐 假设你常跑GIMP 原来你除了用GIMP以外 你看这些软体可能都跟GIMP有关系的 你可以点进去看 假设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 UF 感觉上是画U幅的 那你就点进来 当然系统会要求你 看你要不要装 装你只要连上网路就可以 这是一个NGU的Paint 感觉上是画图的一个软体 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安装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找软体的一个方式 是有别于以往 我们在找资料 或者这边看它有网站有介绍 它是免费下载的 如果你要安装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免费下载 点进去之后点免费下载 它就会装 它可以帮你处理 你可以试用看看 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你获得 很多意外的收获 原来我在绘图软体上 除了GIMP可以用以外 我可能还有好多好多的软体 可能是适合你的 你只要愿意去试它 这样子找工具的方式 我们有最新的搜寻方式 符合云世代把资料传给你 你也可以使用传统的方式 再把选担找出来 这样子让你使用程式的时候 无后顾之忧 又保有原来的习惯